今天下午四點鐘 颱風海歐集結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約540公里 我們預料海歐會繼續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就橫過北方灣 在這個預測路徑看到 海歐會繼續進一步移來香港 而香港的風力會持續緩和 但是在香港的西南部地區 初時仍然會偶爾有些裂風 所以市民要多加留意 香港天文台會視乎香港的風力情況 今晚考慮取消3號強風訊號 天氣方面我們看到雷達圖也看到 香港和廣東沿岸地區仍然受著海歐的外圍雨帶影響 所以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來說 早上仍然會有幾陣狂風驟雨 而雨勢明天稍後就會減弱 風方面會吹強風程度的東南風 在西南部地區初時仍然間中有些裂風 而明天風力也會逐漸緩和 值得留意我們仍然會受到大浪和湧狼影響 所以市民盡量應該遠離岸邊 看遠一點 星期五我們預計天氣會有所改善 會是大致天情的 有所改善的 恍神 會有所改善的